再来看一下这个阳台花园上面 有没有花需要浇水的 因为室内和室外不同 室外的话下雨就不用浇 但是室内的话就要多检查咯 先来看一下这盆兰花 提起来是有点重量的 看一下啊 这个土还是比较湿的 可以不用浇 再来看一下这个君子了 提起来有点轻咯 表面的土也很干了 这个指头插进去半个就能感觉得到 然后这个掉了 看土表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土还是比较湿的 不用给它浇 再来看一下这盆长春的 哦 汤汤汤也比较湿 不用浇 哦 石户可能要给它浇一点了 因为这个石户是这种 更多的是颗粒物 干得起来比较快 这个绣球就不用浇了 昨天已经浇了 这个图表看起来还是比较湿的 就不用了 所以,我们已经吃了 完全是非常好 所以,我们可以吃了 这种价格的 红粒子 这个炒成 这个炒成 马上 溢粒子 就是 再看一下这一颗金边内香 看它的这个盆土表面好像是比较发白的 但是提一下花盆还是有点重量的 像它现在处于这种休眠期的话 浇水就一定要少 因为休眠期它都不怎么生长 那么蓄水量就不大 如果这个时候浇的水太多的话 反而会容易引起它烂根 感谢观看